欢迎来到白宫一见 我是张晶益 这一期白宫一见 我们要谈美国国务卿蒂勒森 遭到特朗普解职的事件 我现在正在美国国务院 而当天美国国务院的外表 看起来是异常的安静 但是职员之间却是议论纷纷 有不具名的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 他们对于这一消息是感到意外 却又不感到意外 是松了口气却又精神紧绷 究竟是为什么呢 这一期白宫一见一开始 我们先来看一则 我在去年12月1号 也就是三个半月以前所做的新闻 两位白宫的匿名官员证实 白宫已经计划好 要让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下台 并且让现任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 蓬佩奥出任美国国务卿 再说如此重要的人事变动 加上有白宫官员匿名的证实 可以确定的是 确实有相关的计划 正在展开当中 我有预言能力吗 并没有 其实特朗普早在去年10月1号 就曾经推文批评 蒂勒森的外交行动 是浪费时间 然后三天后就传出 蒂勒森私下骂特朗普是 Moran 意思呢 请看字幕 所以众人都认为 蒂勒森会下台是早晚的事 而且传闻中 他的接任者一直都是现任 中央情报局局长 蓬佩奥 连因为揭露特朗普白宫内幕 而火爆的书《火与怒》都证实 从去年10月就有让蓬佩奥 接任蒂勒森的计划 为什么是蓬佩奥 特朗普青睐 现年54岁的蓬佩奥 取代65岁的蒂勒森 其来有次 因为蓬佩奥是一周四次向特朗普 亲面进行国安汇报 成了特朗普的心腹 蓬佩奥此前还是美国国会众议员 是极端保守派查党的议员 查党里有一群支持特朗普的死忠铁粉 因此蓬佩奥接任有助于 忠实来推进特朗普的 美国优先外交政策 所以特朗普在提名当天 赞扬蓬佩奥与他是气味相同 从特朗普的说话就看得出来 他与蒂勒森两人并不合拍 为什么呢 特朗普认为蒂勒森的理念 太倾向传统的共和党 和他打破常规的想法并不符 而蒂勒森则认为 特朗普不愿放权 也不愿和他商量 因此两人在伊核协议 朝核问题 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上 通通意见相左 这也注定蒂勒森在 国务卿这美国联邦政府里 仅次于正副总统第三重要的职务上 待不久 所以蒂勒森下台 其实不令人意外 那为什么又说令人感到意外呢 其实是特朗普一早 透过推特开除的方式 令人大感意外 据悉呢 当天一早才访问完非洲 刚回到华盛顿的蒂勒森 还是看到推特之后 才知道自己被解职了 那么之后呢 美国国务院还发表一纸声明说 蒂勒森此前 并没有和特朗普讲过话 也不清楚 他自己为何被开除 那么稍后 蒂勒森临时决定举行 记者会也表明他是在中午过后 才接到美国总统的电话 他以美国总统来指称特朗普 并没有直呼其名 而蒂勒森在讲话中呢 是感谢了所有的人 但一样对特朗普是 只字未提 话说为什么选在这个时间点 闪电推特开除蒂勒森呢 话说回前一天 我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 就听到有记者问白宫发言人 桑德斯说 当天英国首相特雷沙美指出 俄罗斯前特工在英国中毒 极有可能是俄罗斯人干的 白宫怎么看呢 桑德斯说 美国和英国是站在一块 但拒绝说是俄罗斯人干的 结果没过多久 蒂勒森就发表声明说 看来就是俄罗斯人干的 据悉这与白宫不同调的做法 是惹恼特朗普的主要原因 最后为什么美国国务院的职员 是一则一喜一则一忧呢 一方面美国国务院职员 其实与蒂勒森的关系 是相当紧张的 因为蒂勒森支持大砍国务院的预算 达到三分之一还要大裁员 这也使得在他任内 有三分之二的国务院高阶官员 挂罐球去 所以现在他们松了一口气 但也担忧蓬佩奥不会比较好 因为砍人砍预算是特朗普的指令 而且重点来了 特朗普与金正恩的会面 原先说是安排在5月 但白宫后来改口说时间未定 但假如还是5月间的话 那蒂勒森是3月31号正式去职 但接任的蓬佩奥还需要通过国会的任命 也就是他可能只有一个月的时间来准备 加上目前美国还没有驻韩国的大使 这也为这个历史性 却也充满变数的特金会 投下了更多的变数